同学们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就是名词班伦 就是远洋的这种客伦 每天有几个班词的这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Liner Liner 这个班伦写全了 其实可以叫Oceanliner 加海洋这个词 但海洋这个词可以去掉 所以咱们换个括号 我们把它读全了 在大声里面 Oceanliner Oceanliner 叫远洋的客伦或者是班伦 还有一个词跟它类似 就不是班轮了 而是班机 就是客机了 每天几个班词的这种飞机 那么类似加个空中就好了 大声里面 Airliner Airliner 咱们作为变系 这表示班机 还有在生活中常见一些船 你看英语中船的名字特别多 英国是个岛国 自古就跟船打交道 我们三四次中出现了好多船 咱们大概看一看 比如说契轮蒸汽船 就是在一开始用蒸汽机 做动力的 就蒸汽船在传这个词 在二十五号里面就会出现了 我们大声里面 Steamship Steamship 主要不要读Steamship 也不是Steamship 前面发一 口型发 这发的 这个细一些发一 但后面发短音 口型略大一些 不是一 而是报数那个一 二三 这个一 So Steamship 一 一 大声里面 Steamship Steamship 就是汽轮 还有呢 像这个 我们的游轮游艇 就有钱人家买的游轮 就是出去旅游观光是使用的 我们大声都叫 Yacht Yacht 这是游轮 就是旅游的那个油 还有呢 我们在第十二课里面会出现 这个游轮 油是汽油 那个油 石油的油 运输石油的 这种大的轮船 就是像这种船 就是类似这个东西 石油 运输石油的这个大德轮船 大声里面 Tanker Tanker 第十二口 荒岛生活会碰到 还有什么呢 我们这个游轮 往返于河两岸 百度 就是把客人运到彼岸 再从彼岸再运回来 这种百度船 游轮 大声里面 Ferry Ferry 好 还有什么呢 还有木筏子或竹筏子 R-A-F-T 我们大声来变 R-A-F-T R-A-F-T 这叫木筏子或竹筏子 这个在56颗河流 我们的邻居里面会出现这种 还有呢 有一个叫橡皮救生艇 这个救生艇 救生船 往往是指充气的这种 我们在十二课荒岛生活 还会碰到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这词 Dingy 注意H不发音 再来一遍 Dingy Dingy 就是救生艇 尤其指橡胶的充气这种 还有呢 我们说更小的叫独木舟 独木船 大声来一遍 Canoe Canoe 这个四六级中也见得多 还有呢 一个叫艾斯基摩独木船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做这个冲浪运动啊 我们经常驾驶这种船 它本来是表示用海豹皮包住的 这种艾斯基摩独木船 我们大声读一下 kayak kayak 好 这个词汇我们重点来看一看 这个克伦 跟这个什么班级的一个 同根词的一个变系 还有就是几个船只 常见的名称的记忆 好 这个单词 我们就跟老师学习到这里 好 谢谢 谢谢观看